- 投鞋 - 大家好,我是芳谷青年郭少 - 今天呢,我們又邀請到我們重量級的來賓師傅 - 那開頭前我想要先請師傅幫我們想個頭鞋 - 因為我們本來的頭鞋就是有看前幾支影片的粉絲朋友都知道 - 芳谷青年國民女婿感性型YouTuber - 然後郭少 - 師傅說國民女婿這個名稱太多人用了 - 所以我想說,欸,請師傅幫我想個頭鞋 - 看可不可以,國鞋一出來很響亮 - 然後我們粉絲啊,訂閱數趕快破萬這樣子 - 應該改為是嗎? - 師傅是青年國少 - 師傅是...就是常常在... - 做公益做慈善 - 好像不錯,而且很特別 - 要很師傅喔 - 要很師傅,可以啊 - 以後我們頻道不會有罵人這樣 - 師傅 - 然後如果粉絲有罵人的,我們就直接把它刪掉 - 那我們就是,繼上次有一些粉絲朋友詢問說 - 除了梁黃寶燦,國教好像還有很多經典 - 國少在一些寺廟啊,在公廟啊 - 常常看到有一本叫水燦 - 然後好像連歌仔戲都有演過這個水燦的故事 - 那水燦聽起來就好像什麼飲料 - 聽起來蠻好喝的 - 就想請問一下師傅,國教的水燦是什麼樣的經典 - 為什麼可以流通到大家 - 不管是公廟啊,不管是否事,都會去飲用這樣子 - 是,這本中國坊間所傳的水燦其實是署名 - 那群名叫做 - 後面有時候會再加道場兩個字 - 就是讓我們休學的一個儀鬼儀飯這樣子 - 這次的北港朝天宮除了既定的儀鬼以外呢 - 特別加辦了這個慈悲三妹水燦 - 哦 - 水燦聽起來好像很可口,很好喝 - 對 - 其實它後面有一段英國的故事 - 這也是值得跟大家來做分享 - 其實慈悲三妹水燦的作者 - 是在漢朝的時候 - 有一個叫做物達國師 - 物達國師在當時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 而且他修行得非常的好 - 但是呢,因為他在還沒被皇帝遇為國師之前 - 他就很慈悲 - 所以他有一次遇到一個出家的僧眾 - 叫做加諾家 - 他一約加諾家修行人呢 - 是長滿了賴粒就很臭 - 所有誓願的人來自房間的這些信眾 - 都沒有人要靠近他 - 但是這個物達國師他非常非常的慈悲 - 他就去照顧他 - 一直到他痊癒之後 - 加諾家出家法師呢 - 就告訴他 - 說如果以後你遇到什麼困難 - 你可以到九龍山 - 九龍山在現在的四川省這個地方 - 四川省 - 他說九龍山裡面呢 - 會有兩棵大樹 - 我的稻場就在兩棵大樹之間 - 如果你遇到什麼困難 - 你可以來找我這樣子 - 那物達國師他非常的有學問 - 也涵養他所主持的法會也非常的殊勝 - 連皇帝都那時候的唐義宗也慕名而來 - 尊稱他為國師 - 國師有點像我們現在叫做國策顧問 - 就是國家在搭理什麼事情的時候 - 會遵循他的想法跟意見 - 因為義宗皇帝呢 - 非常的尊敬這個物達國師 - 於是呢 - 他就賜他一個城鄉寶座 - 城鄉是非常好的一種材料 - 而且它會有幽幽的香味 - 這個物達國師一時呢 - 單著彈這個法座 - 於是呢 - 後面多久 - 他的膝蓋就出現了一個叫做人面倉 - 這樣的疾病 - 這個人面倉不光只是一個疾病而已 - 它那個人面倉人面 - 他還會開口講話 - 有點靈異啦 - 如果沒有朋友可以自己跟膝蓋聊天 -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 不光只是讓他身體痛苦難耐 - 而且不斷地要吃東西 - 要威脅他這樣子 - 似乎呢 - 它就想起了十幾年前 - 加諾家這一個尊者 - 跟他講說 - 如果你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呢 - 你可以到九龍山的兩棵大樹中間來找我 - 於是呢 - 於是呢 - 於是呢 - 後龍面倉就就可以痊癒 - 於是呢 - 於是呢 - 到了石邊要洗這個三昧水的時候 - 這個龍面倉就開始講話了 - 他說 - 你且慢先不洗 - 我告訴你 - 我為什麼這樣來找你 - 他說 - 在過去生的時候 - 西漢末年的時候 - 是援岡 - 我我是曹楚 - 這樣的一段故事 - 援岡因為他好功 所以就在皇帝面前 残言的让朝措都被砍脱 对被皇帝斩杀于东世之间 那因为这样的恨恨了十辈子 所以累世都在找机会要报仇 那因为那时候的元昂 也是现在的悟大国师 这十辈子都是一个修行很好很好的出家众 所以朝措没有办法进身 现在眼前的一念的贪心 让他的护法神也就不再保护他 于是乎就利用这样的姻缘 业障就来了 今天刚好有加罗加尊者 来做有点像调节这样子 所以他就洗了这个水 这个水是有意识的 那个犬叫三昧法水 为什么要多一个法治呢 因为要解冤事结 要从我们的观念改变起 不然你骂我一句 我一定顶你九句嘛 这叫一言九鼎 对 一言九鼎 不是啊 现在的前世啊 现在年轻人的前世啊 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九句 叫做一言九鼎 但是不是这样子啦 一言九鼎 这是我重承诺的意思啦 过来也因为这个 悟大国师他一定的贪心 让过去的这个业障仇恨陷起来了 那今天刚好加罗加尊者 就是他这辈子的贵人 彼此之间解冤事结 就好比说我们苏外长的冤冤相报和时了 你这次伤害我 我下次就伤害你 彼此之间都不得之灾 也因为这样子 现在的人面穿过去的那个潮措 他愿意跟着佛弗萨去修学 解冤事结 因为他也看到 先生这个悟大国师 那么慈悲的一面 所以这本忏 就是悟大国师 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而写下来的 警示世人的一个忏悔的方法 所以全名叫做 慈悲伤魅水忏 但是这个水 其实有很大的意涵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用法 其实法就是观念的转变 但是这个为什么用水 不用火 其实是有很特殊的意涵 我们很多的固体 比如说水泥跟石头 他必须要透过水 来把这些好的因缘 把它结合 才能变成柱子 水还能够软化东西 比如说硬的牛皮 必须要泡水 水还能做什么呢 水还能洗涤我们的成功 这就是要从内心真正的 把这些怨恨 把这些不好的观念把它洗除掉 水还能做什么 水还能够让这个善的种子发芽 当然也可能长出不好的草 这个水到底要滋润 善的还是恶的 其实就在我们的心 我们今天要到好的地方 那你要起善念 做善事才会到好的地方 是在符合因果嘛 是在符合科学嘛 但是如果你做恶会得善报 那就不符合因果 但是问题又来了 我常常会疑问 为什么好人不常命 祸害会一千年 对不对 其实三面水餐里面 也提到这样的疑惑 这样的疑惑不光只是我们现身人的疑惑 过去人他就有这样的疑惑 原来我跟我们讲 其实人有过去 现在跟未来 他现在会感召好的果报 是因为他过去有这种善的因 而现在发芽了 那现在造恶的因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所以不是没有因果 只是时候未到 眼前的好人不常命 其实他过去生造了这个短命的因 而导致他现在可能穷困潦倒等等之类 但是好的是 他现在懂得赔福 懂得忏悔 懂得做善事 他来生就会得到好的果报 不用等到来生 他现身就可以得到很好很好的名声 这个人很善良 这个人很直辈 这个人是一个大善人 他就会好的果报 恶的人他现身虽然还没有遭受恶的果报 但是他慢慢慢慢福报用完了 饿的果报就会来了 当然我们不要当那个祸害 但是好人不常命 这不是我们做善事没有果报 而是时候未到 所以只有水 他可以软化我们的心 比如说我们对人失败 可以软化一个人的心 比如说我们衣服脏了 那你不能就脏了就把它丢掉 那怎么办呢 把它洗干净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 我打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那这个人就打叉叉了 就没有用了 不会吧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正确的观念 就是讲的发水 来让善心启发 让饿得消下去 那这样的过程 就叫做消灾免难 好比说我们把水浇在漂亮的兰花上面 兰花它就会长出更茂盛的花 一样的意识 所以慈悲三面水灿 背后是有这么段的因果故事 而且还蛮惊悚的 有了面穿 很惊悚 至于三面水灿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们下回分享 又有新的气